大家好 我是翔翔翔 今天打算介绍一些我比较熟悉常用的吉他效果器 这些吉他效果器多半都能独立执行 所以你不需要额外的读音软体就能运作喔 那今天第一个介绍是我最熟悉也最常用的MPT-Tuber 4 MPT-Tuber 4是IKM Multimedia公司的产品 第一个比较明显的特色应该就是钱很多 他们很常直接跟实体的音箱或是实体的效果器公司合作 所以他模拟的一些音箱啊效果器都可以直接大大大的把牌子和型号全部都打上去 像Mesa Boogie Fender Marshall 这三大音箱厂牌MPT-Tuber里面都有模拟他们一些产品 并且可以做到Channel 介面啊操控都一模一样 那比如说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台 Mesa Boogie Dual Rectifier 就有真实音箱上的三个Channel 再加一些细部的切换啊什么的 那一般的效果器常常都是指模拟其中的一个小小的 就是比如说他只模拟中间的第二圈或是第三圈这样子而已 所以在MPT-Tuber上你或许可以得到更真实的音箱使用经验 OK那现在就来听一下他的音色好了 这是我吉他进录音界面的音色没有开MPT-Tuber OK好那我现在要开启MPT-Tuber 那首先是Channel 1 好开启Channel 那我稍微打开一点点 好Push Mode 太大声了 好Push Mode Channel 2我现在是切在Vintage的段落 好Push Mode 好比如说类似像第三圈 Modern的Modern 可以听看看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像 可以看一下如果现在切换到背后 他连背后的一些比如说切换真空管的配置都做出来 像是真空管切换 切换电压 这些设定 原本音箱上面都有的东西 OK不然听听看一些其他的音响好的 我找找看 比如说像Fender 像这个是Tune Reverb吧 大声 大声一点点 OK很Cute喔 然后比如说像Marshal Marshal Bomb4H出的签名音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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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箱区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你可以看得出来MPTTuber的野心 欸 他想象的对手应该是正式影响 而不是只是其他的 软体效果器常牌 然后上面这一区呢 是MPTTuber的信号路线 Stump 就是单颗效果器区 A跟B都可以各放六个效果器 然后比如说上 比如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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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阿伯迪子的TS9 TS系列 不知道他是TS9还是TS 啪丁啪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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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 那amp呢就是刚才展示过的影响区 那再过来是Cab Cab这边的话是喇叭箱体模拟区 喇叭箱体的模拟可以说是这类 就是软体效果器的灵魂 几乎可以决定整个效果器的成败 那当然这里amplitube就会放了很多不亚于amp区的心血 那第一个区域是选择喇叭箱 对这样我可以切换到别的喇叭箱 OK 那第二个标签的话就是在Cab区里面第二个标签 这边就比较狂了 因为他这个大概是我第一个看到效果器有做这种东西的 就是他可以换这个Cab喇叭箱里面的单体 是某一个单体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四个 对你可以单独换自己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 像他这个 我现在跳的箱体有四个单体 所以 简单说你可以刷四个 你喜欢的单体的银色 OK 这样第三个呢 就是可以很大量的麦克风 还有收音位置的选择 那有常见的5-7 因为他现在有另外一个U-87的开启 我先把5-7单独开着就好了 OK 路上很有名的电容 买U-87 或者是很经典的李戴斯的麦克风 M160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他有两个 所以就是他让你同时可以选择两个麦克风收音 比如像我现在另外一个设定的是U-87 然后这个是M160 OK 然后接下来第四个标签呢 就是他提供了room 就是收空间的麦克风 他这边有四个 像U-87 AKG414 这些常见的电容式的麦克风 那还有四种不同的room 对 那我这边先把它打开一点点 让你们听得比较清楚 比如像这个是 大的 Big Life 如同字面上显示 比如像录音室一般的收音空间 比如像你家车库 这个应该是从IR来的 就是取样算蛮真实的 那第五个呢 标签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就是两支麦克风的音量 然后还有room的音量 还有DI DI就是完全没有进效果器前的音色 这个东西 可以 然后跟最后的总音量 这边 有点算是 就是 一个小Meter的感觉 就是你电吉他音色所有的一个小Meter OK 然后 这边其实可以理解 Empty Tube的想法 因为 你可以把那么多的 比如说像Cab 然后 单体 麦克风 甚至room 的组合 看成是不同的EQ变化 因为 Empty Tube本身提供的EQ 没有很强大 也没有很全面 但我觉得 他是希望你利用这么多的组合 可以在动用EQ修饰之前 就能达到心目中 80% 或是90%的tone 这样子 这种想法 其实比较接近真实 在录音室里面的状况 就是 吉他 音箱 麦克 加room 这些东西 决定了可能 80%以上的主体 做不到的东西 再靠 在靠 EQ做小小的修饰 这样 那 信号路线最后一区 信号路线最后的一区 是Rack区 这是模拟锁在机柜上的一些效果器 通常是像 比如说 EQ 或者是 Compressor之类的 或者是空间系的Delay 比如说我可以开一个Delay 出来听听看 Delay太长了 差不多就像这样子 当然也有EQ 但是这边的EQ 如果我刚才讲的 就是我觉得他的EQ 不管是像这种参数式的 或是像这种 看起来超级凶红 差不多Band的EQ 都不是很好用 对 就是我还是比较惯用 自己有其他习惯的EQ 那这一区就是Tuner 就是效果器 它有两种调音器 就是不同种的模式 那有试过 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这样子 OK 那最左边的 12345678 就是这边讯号线的各种走法 比如说像 这是最单纯的一把吉他 比如像2 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两套线路 比如说3 你可以看到是 先两个效果器 进个音箱 然后但是这个音箱 进两个Cable 等于简单来说 就是你可能可以 有四支麦克风之类的 这样子的解法这样 那同样的 就是可以开一个 比如说像 你可以只开一个AmpliTuber 但是两把其他一起用 因为它有两个独立的效果器线 然后最底下的 就是噪音预制 最简单的总音量 好 大致上就是这样 最后 我大概分享一下 我个人对AmpliTuber的优缺点 最大的优点 应该还是来自于 真实类比器材的体验 那么多的Amp Cabinet Mic 都是为了这个 但有时候也会变成 反方向的缺点之一 尤其是EQ 跟Compressor 那些Mixing的效果 在AmpliTuber里面 其实没有很足够 那像它的Rack里面的Compressor 就只有一种 对 就是像这个 中风管的Compressor 所以你如果对 像那些类比的器材 不太熟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 调得一头污水 所以我建议用 AmpliTuber的人 可以有空去YouTube上面 去查查看它各个模拟的东西的型号 去听看看它们原本的声音 那使用起来 大概会有概念 概念会比较好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这边 就开一个 我平常 最喜欢的 影响这台 试看看 当然我因为这个Room的麦克风没有关门 你现在应该听到很强大的Room的声音这样子 OK 简单来说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个人意见 不负责评论 希望 接下来还有机会 可以介绍更多 我熟悉的效果器 拜拜 拜拜